洪荒守护,金敖岛灵河传 第一章,洪荒出现,灵河诞生 在遥远的洪荒时代,天地初开,万物滋生 在这片神秘的大陆上,有一座名为金敖岛的仙岛 此岛上灵气充盈,乃是修行之的的宝地 某天,一条灵河在岛上悄然诞生 它伴随着金敖岛的成长,汲取天地精华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并开始修炼 灵河名为水源,数十亿年的修炼 让他的身躯遍布整个金敖岛,成为岛屿的守护者 他通过不断吸收岛上的灵气和天地间的力量 逐步增强自己的法力和智慧 第二章,通天传道,护岛大阵 在水源修炼的漫长岁月中,通天教主来到金敖岛,建立了结教 通天教主收徒无数,门下弟子多位洪荒异兽和草木精灵 他看到了水源的潜力,决定将他培养成结教的守护者之一 通天教主传授水源证法之道,并指点他如何以自身化证,守卫结教大门 水源潜心修炼,最终领悟了通天教主传授的护岛杀证,成为金敖岛的第一道防线 第三章,距敌门外 结教大门外,总有各路修行者和妖魔际于金敖岛的灵气和法宝 水源奉命守护大门,凡有不怀好意者,他皆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 一天,一位凶煞之气浓重的修士来到金敖岛,要求入交 水源现身,冷冷地说道,你与我交无缘,速速离去 修士不甘心地反驳,通天圣人有教无类 我不远亦万里而来,你怎能将我拒之岛外 水源冷静地回应,你杀戮成性,入不得结教 修士恼怒不已,你结教大师兄多宝道人乃我至交好友 无受其所要前来,你怎能阻拦于我 水源思索片刻,说道,也罢,寄予多宝相识 本作就给你一次机会,此乃师尊不下的互导杀阵 你若能闯过,便让你上岛 修士文言,指得硬着头皮闯阵 却最终被困阵中无法脱身,指得灰溜溜地退去 第四章,护教门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修士慕名而来 希望拜入结教门下 其中不乏一些心性不振者,被水源严厉拒绝 一日,一位自称是通天教主亲收门人的弟子来到金敖岛 试图强行进入 水源拦住他,道,你在外杀伐过多,结煞缠身,入不得金敖岛 弟子愤怒地吼道,你 水源不畏所动,冷静地说道,这是师尊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 第五章,天命之真 一天,通天教主准备前往紫霄宫迁压封神榜 决定将结教大门的守护任务交给水源 他来到水源身旁,吩咐道,水源,本座需前往紫霄宫处理封神榜之事 这段时间,结教门户便由你看守 水源恭敬地应道,师尊放心,有弟子在,大门绝不会丢 就在此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远方袭来 水源抬头望去,见一位强大的修士飞速接近 水源冷静地站在大门前,准备迎接挑战 修士抵达后,冷笑道,结教大门有你这条河守护 我不幸闯不过 水源平静地说道,师尊 你要前往紫霄宫迁压封神榜 闯过我这时空长河再说吧 通天教主离开后,这名修士果然开始闯阵 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的长河中 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找到出路 修士气急败坏,水源,你敢如此对我 水源淡然回应,若你能闯过此阵,便有资格入结教 否则,请回吧 第六章,大门无恙 数月后,通天教主从紫霄宫返回,见结教大门安然无恙,心中大卫 他走到水源身旁,微笑道,辛苦了,水源 水源恭敬地回应,为师尊守护结教,是弟子的荣幸 通天教主点头赞许,你已生化症,守护结教大门,功不可没 从今以后,结教大门的守护之责,便由你永久担任 水源听后,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感激 从那天起,他不仅是经熬岛的守护者,更是结教大门的第一道防线,永远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 第七章,未来守护 随着时间的流逝,结交的名声越发显赫,更多的修士慕名而来 水源依旧坚守在大门前,审查每一个前来求教的人 他以自身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守护着结教的纯净和秩序 洪荒世界中,风云变幻,神魔大战频发 然而,无论外界如何动荡,经熬岛和结教的大门始终屹立不到 这一切,都归功于那条化身卫阵的灵河,水源 在未来的岁月中,水源将继续以他的智慧和力量,守护着结教和经熬岛 成为洪荒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洪荒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守护与忠诚的象征